刚才提到这个查扣 其实很多民众都很担心这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卫家有九户的地宝 所以昨天检方已查扣了 这个相关的一些 他的包括三户的地宝 豪宅和他的账户 还有明下很多的资产 很多民众就喊这个大快人心 然后也有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为什么那个私人飞机没有扣呢 是不是放水了呢 这是一种民众的心理 那事实上就是 以往我们相较以往 常常看到很多案件 好像查扣都有点慢半拍 大家都认为 到时候都脱产了 来不及 所以这一次这个动作 算快的了 这次其实算快的 因为检察官他是 侦办刑事案件 那查扣基本上 是查扣犯罪所得 很多检察官他因为 证据还不够齐全 他或许是没有把握 或许有其他种种的原因 他不会这么快去查扣 而且万一查扣 这还有比例原则的问题 他犯罪所得可能不多 或者是犯罪所得很多 你查扣是过多等等之类的 所以检方一般在查扣这上面 其实是过去是有一些 争议性的问题 那这次因为是行政院长 他已经在立法院承诺 指示法务部 那法务部又是各检察机关的 一个行政的首长 所以指示法务部 法务部当然立即指示下去 那高检署呢 基于他是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 他马上当然是在 指挥各地检署 在办这顶线案件的时候 赶快查扣犯罪所得 但是这次查扣也是要稍微注意 并不是民粹式的查扣 还是要去考量到是说 假设他的犯罪所得只是50亿 你就只能查相当于 差不多的50亿价值 你不能说因为他犯罪了50亿 你要查扣100亿200亿 这样也是不对的 不过这个价值的估算 一时之间应该也有困难吧 对 有一些困难 所以他们只能查扣 不过因为这次的案件 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要想到 就是说他这实用油风暴 他已经这么多年下来 那检察官他握有证据 假设是他握已经查到 5年以来的证据 5年以来顶新公司 他卖出去的黑心油有多好 我想也不止20亿以上了 所以这个这次是比较好 可以估算出来大约可以抓不至于太离谱